今幾天, 女兒在家上網貨 終於買不到辣條 不在托本吃飯, 中午就要煮多餐飯 最近青菜貴到飛起 晨早就回鄉炸菜 中午人少又沒什麼時間 就吃簡單點 剛出爐的燒鵝皮脫肉滑 燒鵝皮記得就不要斬 先做個小朋友超喜歡的蝦仁蒸水蛋 先用油鹽薑絲醃一醃 打三個老豆生的蛋 再加少少鹽 有多少蛋就加多少水 順時針打均勻 打到它吐白泡後 再去掉白泡 這樣蒸出來就更加絲滑 水滾後, 吸蓋蒸6分鐘 蒸了6分鐘後, 已經有五成熟 再把醃好的蝦仁鋪上去 蝦仁放在蛋裡一起蒸 這樣蒸出來的蛋更加鮮甜 吸蓋再蒸6分鐘就OK 再灑少少迷人蔥花 淋一圈熱花生油 淋了熱油的蛋, 就沒有蛋腥味 再淋一圈頭抽就搞定了 新鮮的生菜白灼就很好味 記得煮多點水, 加多點油 焯的時候放少少鹽 焯好後, 拌蠔油或頭抽都OK 清爽的白灼生菜就是這麼簡單 再蒸一碟仔蒜蓉排骨 吃辣菜怕熱氣, 就等四神湯清清火 我加了羅漢果, 變成五神湯 和瘦肉一起燉一個小時 加少少鹽就可以喝 怕不夠菜又想吃點醒神的辣菜 做回肥腸血旺 血旺就是豬紅 不用煮的速食, 真的很適合家菜 常溫補側旗有半年 就不用押住冰箱 家裡放幾盒就有備無患 夜晚宵夜或夜餐都OK 豬紅就切成細塊 將全部材料全部倒進去 好貼心, 順正水都配合 吃得辣就整包辣醬倒進去 發熱包放最底 加冷水到注水線 然後把蓋蓋緊 讓它自己滾15分鐘就可以 鮮鵝汁吃的時候才淋上去 這樣就可以保持表皮一直響響 吃飯前先喝湯 四神湯, 健皮胃得來又脅濕 關鍵是材料簡單 所以經常都煮來喝 哇, 一開蓋超級香 薄薄脆的炸彎豆倒進去 真是又簡單又好吃 真是沒想到女兒這麼吃得辣 豬紅超級嫩滑 滷水肥腸都好入味 配到寬粉鮮香麻辣 一吃就停不下來 越吃越想吃 味道又經驗又地道 比外賣更好吃 如果去不到餐廳 在家裡都可以輕鬆實現血旺自由 試到好東西一定要分享給大家 優惠鏈接已經放在評論區 有興趣就自己點開來看 吃這麼多辣的東西 就要多喝一碗湯 想看總點做蛋腳一 我是小Miu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點個讚